大家好,我是團長蔡明林 歡迎您訂閱我的Youtube或Podcast 也歡迎您分享給其他好朋友 Youtube記得按下小鈴鐺 Podcast記得就給團長五星推報 今天開始,趁著中秋節連續假期 之前跟大家預告要來談龍象大戰 目前初步規劃分成三集 跟大家來分享龍象大戰 我們的主題叫做龍象大戰 再見,難再現 2021再見,但是難再現 聽起來有點矛盾 明年2021年 魏琼龍隊將在一軍出賽 這大家都知道 中華之邦終於從現有的四隊 變成增加到五隊 六個對戰組合 也終於增加到十個對戰組合 所以傳說中的經典組合龍象大戰 在明年2021年是真的再見 再見是絕對沒問題的 那日前呢 二軍的總冠軍戰 剛好也是另類的二軍龍象大戰 那在這個game1呢 龍隊的這個夜總怒丟馬表 那引起很大的一個話題 那時候很多網友鄉民就說 哎呀,這個龍象大戰再現 再現,再出現 那我想會講再現,再出現 就不是單純是一個比賽組合 是一定會出現 現在二軍也有 而是這個超人氣的經典對戰 是不是會再出現 再現 那我想任何一個老球迷 就算你不是龍迷或象迷 絕對你有曾經經歷過職棒的初期 應該都能回憶起一些龍象大戰 當年的一些盛況 那像團長的在天國的老爸呢 大家都知道他是超級象迷 早期的中華職棒呢 比賽的場地是已經拆掉了 這個台北勢力棒球場 作為它的一個主要場地 場是非常的多,比重很高 那季前,球季前 有一段時間後來開始做 這個預售票的一個販賣 季前搶買這個預售票 就是這些鐵粉 像我老爸這種死中象迷的一個重頭戲 那像我老爸來講 他簡單來講 他就一次買什麼 買兄弟象 在台北勢力棒球場 那一年所有的例行賽 他全要就是一種計票的概念 但是以前 跟現在很不大一樣的一個地方 就是以前他那個票 是一張一張印出來的 不是發一個證給你 他是票一張一張印 而且同一時間有連線 然後那時候 狀況也比較 預售點的狀況也比較 不科學等等 所以一共 譬如說 那一年假設在台北勢力棒球場 兄弟象有50場比賽 就開始印了 大家都很緊張 這個買買的人就很緊張 希望這50場趕快印出來 就全部都買到 但通常 像我爸 通常他都會 後來圈圈叉叉 為什麼 因為譬如說50場 可能票印出來 買到了45場 漏掉哪5場 9成9 都是龍象大戰 所以從中 想想看一次買幾十場比賽 就是漏掉龍象大戰 當然不是所有龍象都漏掉 可能是一些比如說假日場等等 因為同一時間很多人跟你搶 所以可以想見龍象大戰當年的盛況 那龍象大戰 從1990年就職棒元年 一直到1999年龍隊解散為止 共十年 就十個球技 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龍迷相名應該都答得出來 龍象大戰最遺憾的是什麼事情 最大的殘念又是什麼 我也不賣關子 直接跟大家報告 這兩隊 號稱史詩般的經典對決 居然從來沒有在球技的季後賽碰面過 十年季後賽這兩隊沒遇過 龍象基本上算是例行賽限定 Only 季後賽沒遇過 那這你為什麼說 這有很奇怪 有很多年輕球迷可能想說 這很奇怪嗎 就兩隊都搞不好都很爛 問題就是兩隊不爛 兄弟像 92到94三連吧 衛球龍隊97到99三連吧 這樣就六年了 如果他們很少打季後賽 那就認了 他們包辦了六年的冠軍 外加衛球龍隊是元年的冠軍 二年也打進季後賽 打進總冠軍賽 三加三加二 換句話講 季後賽 如果有季後賽的話 不管賽制當時有一些改變等等 十年他們包辦了八年 季後賽的常客 但是居然季後賽他們沒有遇過 走過路過通通都錯過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講 錯過的永遠最美 錯過的真的永遠都是最美 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很快來check一下 這十年 這十個球技 元年二年 9091 為什麼沒遇到 很簡單 我這樣依序念一下你就知道 9091 龍牆向弱 向一開始才太弱 龍牆沒有遇到 9293其實有機會 9293是非常有機會 而且93年是特別特別有機會 但是還是就miss掉 94年兄弟像獨牆 而且是全聯盟他獨牆 隔年95年變成是 南霸天的天下 師隊獨牆 96年又有機會 96年跟93年比較像 又有機會 還是沒遇到 接下來就是衛熊隊最後的三年 97 98 99 這三年像非常的不好 戰績很長 而且每況遇上 那龍三年罷 所以當然後來也是沒有遇到他 所以龍像 跟現在的支爪 就是桃園跟中興兄弟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概念 我這邊是從季後賽跟Final的這個角度來看 龍像當時它不是靠譬如說 打季後賽總冠軍戰 來創造人際 跟現在的這個支爪的 最近的一些恩怨情仇 它基本上是不一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我必須要這樣講 差點嗆到 不代表戰績不重要 你要成為一個人氣的對戰組合 你說兩支爛隊 長年B段般的球隊會成為經典組合 不太可能 機率很低啦 那怎麼會有觀眾嘛 戰績並不是不重要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隊都用三連霸 來創造一個巔峰 然後龍隊也在元年 二年都打進總冠軍戰 那元年中職的第一個冠軍 是衛權龍隊 都用這些好的成績 來讓他們的人氣更上一層樓 這是絕對必要的 這有點點喔 講起來有點小岔題 就是說 他們兩個的關係 某一種程度 跟日本職棒央連的巨板 這個傳統一戰有點像 巨人跟板神有點點像 也就是說 從戰機封攻尾業來講 大家都知道 巨人是讓板神完全看不到他的車尾燈 但是這兩支老球隊 永遠都是最經典的對戰組合 人氣也居高不下 有一點點像這個味道 所以也就是說 直接運動是很奇妙 就是說 經典組合 它要有非常非常多的元素 跟時空背景等等的加在一起 它不是單純說 喔 永遠這兩隊都是A段班 所以他們就是世仇 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這也是這個系列 要跟大家來做分享跟探討 喔 好 那 第二個要跟大家來提到就是說 有些東西為什麼很難再現 就是說 因為時空背景 非常難複製 而且應該是沒有辦法複製 首先第一點 中央磁房畢竟已經三十幾年 當時是職棒元年 元年老球隊的先天優勢是無可取代 劇板也是一樣啊 這跟劇板就非常像 這兩支就是創立球隊 所以一個關東一個關係 票房一定好 這個是有它的一個根據 根本 先天優勢是什麼 我舉例來講 中央職棒後來加入的球隊 其實都經營的比較辛苦 那可能大家近期的想法 跟十年前的想法會絕對不一樣 那我舉個例子 1993年就是職棒四年 那時候是龍師虎相加新球隊英雄 就是石暴英跟郡國雄 石暴英跟郡國雄 都是92年巴塞隆納奧運的 中華隊國手所組成 整容非常的好 而且閃閃發亮都是球星 但是 這兩支球隊 在第一年 票房最差就是這兩隊 那很正常嘛 因為他們的經營才剛開始 甚至於到後來這兩隊 轉手的轉手 解散的解散 他們的票房始終沒有A段班過 曾經有A段班 票房人氣始終沒有A段班過 那A段班的常客是哪幾隊 扣掉三商虎之外的另外這三隊 兄弟位權統一 幾乎都是這樣 你可以去查一下這個網站上 都有這些觀眾票房的一些資料 你會發覺幾乎都是這三支球隊包辦 那這三支球隊共同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元老球隊 所以好的開始 或者是你是創始的一定有好處 那像97年的何信金 何信金加入也是一樣 經營的很辛苦 票房都很不好 那當然講到這裡可能會有球迷說 不是啦 那也有一些不同的原因造成 當然當然有假球嘛 第一個一定是假球 這不用講放水 這個影響非常大 第二 後來兩聯盟惡鬥嘛 台灣小小的地方 最多的時候曾經有十一支職棒球隊啊 還看幾 現在四隊五隊觀眾就沒有非常多 以前最多十一隊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什麼 在於台灣的看球人口 停滯不爭甚至於反檢 這是一個非常根本的因素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老球隊他原本就先 框了一群老球迷 對他來講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利 他的地盤一定比較穩固 所以話說到這裡 我也必須講一個跟現在有關 有時候我們反觀 不見得是反觀 現在不好 反觀現在好的厲害 我們也要跟大家報告 當年藍牛熊揮軍北上 在桃園開疆匹圖 他以一個新球隊 然後用一個不同的思維 能夠在一個新的場地 跟這個地方成長起來 說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成就 也成為獨領風騷 或者是帶動整個中央之邦 後來經營方式的一個領頭羊 這是非常合理 因為我們剛才講 新球隊都是很辛苦 他甚至還換場地 換地點經營都很不簡單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國球根本就是虛幻 頂多是一個期間限定的口號 什麼國際賽的時候 我們就國球國球 期間限定結束的時候就沒了 而且你會發覺最近 很少再提到國球這兩個字 大家連講都不講 所以 預期明年2021年 其實現在就是這樣了 現在衛熊隊就是這樣 尤其在這個所謂的人氣經營方面 非常的辛苦 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 大家現在最熟悉的是誰 即便他現在在打總冠軍戰 打得也很好 有聲有色 大家最熟悉的 還是龍隊的教練團 這當然不是一個正常 也應該有的現象 但沒有辦法 新球隊就是挑戰非常的多 那這一集我先分享到這邊 我相信也喚起很多老球迷 特別是龍迷 象迷的一些回憶 那也歡迎您用影片下方的留言 來跟大家分享 或者你也可以做點補充 做點討論 也可以提出一些問題 但是標籍 後面還有第二集跟第三集 會繼續來談 有些東西你說 怎麼沒有講到什麼 有啦 第二集第三集會陸陸續續 跟大家來報告 那下一集 當然還是會把焦點 放在這個時空背景的部分 因為時空背景 絕對是龍象大戰 經典不朽的一個 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 因為時事造英雄 這一點是 絕對騙不了人的 好 這一集就先講到這裡 我是團長蔡美梨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